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到台湾的YouTuber好像很想看那个YouTuber讲话YouTuber说味道是什么样还是什么好笑的影片所以一点吓到 天哪 天哪没来了 我很好奇它的猪血糕的口感是软软的那样子 越吃越有台湾味在台湾美食型的YouTuber不外乎踩点餐厅分享新品 但无论是台湾还是韩国多数入门的YouTuber都选择从吃起步 竞争相对激烈 也难怪有频道会为了吸引观众点击见走偏风 猪血糕 猪血糕 你有看过那种影片吗 有 我看过很多人看所以我看过 好像喜欢看一般人不会吃的东西 好像小孩喜欢看那个县市没有的东西嘛 就是奇怪的什么蓝色的奇怪的食物 是不是竞争很激烈压力很大 在韩国吗 一定会 如果是为了点阅率 这些影片能创造多少营收 像这个韩国频道在2018年成立 已经累积140亿的点阅 那可以赚多少钱呢 根据韩国媒体推估的直播YouTuber收益Top30 第一名就是他 月收是28亿韩元 相当台币7000多万元 是第二名的3.5倍 如此天价数字相当惊人 真的有可能吗 我们找上台湾的YouTuber草爷 分析这些韩国吃播的点阅率 是怎么创造出来的 都拿这个点阅率一定破千万 四个月前的还有破亿的 光点阅率就有可能破千万台币了 看他们很多影片都是比较浮 不管是表情 包含到他们的颜色的配色 那这种东西 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子的 我家里的小 我自己家里现在有四个小朋友 那有三个也很喜欢看电视 看YouTuber 那他们每次点开的东西 那种画面感都是比较鲜艳 还有那种比较浮夸的表情 会比较吸引小朋友的族群 而且小朋友他点阅率是可怕的 他可以一看再看 甚至他一个影片可以看个 三到四次以上 都是有可能性的 他的观众族群就是 全世界的小朋友 那他的收益是有到那边 我是觉得也不是没有可能 口底 他是讲中文 为了吸引各国的当地用户 这些频道也展开语言在地化 巧合的是时间点都选在去年 好凉啊 甜甜的软糖 韩国收益第一的吃播 和恶作剧频道 把原频道的内容搬移到新开的中文频道 唯一的差别就是影片加上了中文配音 或许就是疫情延烧之际 正好成了这些吃播加强力道的最好时机 内容中文化之后 台湾的小朋友看得更入迷了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去吃 其他国家的市场的概念 如果十万百万的话 我估计月收应该二三十万是有可能的 所以他们那个做法是蛮聪明的 这样的月收外包请人配音中文 绝对是值得的投资 果然除了中文频道 还有印尼文 印尼文 泰文 印度文等等 既然YouTube不会挡 当然继续赚 身为使用者若想避免被类似影片骚扰 最好的方式就是封锁频道 但难免会有漏网之余 加上网络世代的孩子 手机拿了就会自己操作 根本防不胜防 就像面对病毒一样 如果消灭不了 就得想办法与之共存 专家认为当儿童有了自主选择 和思考能力时 就是可以教育媒体素养的时候 比方说提醒孩子 哪些事他该看 哪些事他不该看的 或者是像现在 我们之前有讨论很多 就是孩子可能在社群上 可能会认识一些不好的网友 或不是他年龄成该认识的这些朋友 所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什么是陌生人 什么是真的朋友 我觉得再把影版 或电脑交给孩子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可是在这之前 其实有很多 更需要做亲子沟通的部分 所以我们当然也是提醒家长 就是要密切注意 而且要跟孩子说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家长永远是你的后盾 就是不是只有骂 如果孩子跟家长互动 就是他遇到什么事情 都会一直被骂 那家长 那个孩子就会更不想 把事情告诉家长 对心智尚未成熟的孩子们来说 无法分辨 这是不是适合他们看的内容 但孩童认知识别 成了照顾者的责任 我可能会带领他是讨论 说你觉得如果是你被喷到 这样子的浇水 你会有什么感觉 他们可能说 哎呀恶心 我说对 可是你看为什么影片中 没有觉得很恶心 就代表这是影片里面的效果 不是生活中出现的事情 我可能会一步一步 带着孩子去讨论跟思考 那因为带着孩子讨论跟思考 这个东西才会变成是他自己的 而不是我们告诉他的而已 那我们就带着孩子去思辨 不管未来对他们的影响是什么 至少我们在这个阶段 去帮他建立一些基础了 那未来五年 一定还会有各种推陈出新的影片出现 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 那如果今天这个东西可以吃 你可以拿来丢人家脸吗 不行 对不对 家长可能会用自己的手机 让小朋友浏览YouTube 那如果在账号安全性上面的话 可能就是说 他可能在账号密码的设定上要注意 可能要用比较处杂的密码 其实我们看过蛮多家长就是 把手机跟电脑丢给小孩的时候 看完就没有去沟通 没有告诉他哪一些网路的手机的 那其实这个部分本来就应该 在孩子使用手机之前 就是先告诉他 其实跟他的网路素颜 那哪一些影片不适合浏览 那这个部分其实就要跟他们沟通 这是网站内容的部分 那再来就是时间管理这一块 我们是建议说家长可以跟孩子 沟通一个类似就是每日上网时间的时间表 当照顾着仰赖3C之时 最好也能列出一套使用规范 身为全球最大的影音平台 YouTube在2020年上线台湾版的YouTubeKids 供3到12岁的儿童使用 也额外提供家长监护功能 不可否认YouTube也是 邪恶持播散步的最大平台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YouTube毕竟是盈利赚钱的私人企业 它不是教育平台 也并非政府机关 当我们把它当成休闲娱乐平台使用 就得有所警戒 一旦贪图方便松懈 赔上的可能是孩子的成长发育